由此书讲述了华人律师程少民律师在美国职业的律师生涯中 如何将在中美两国法学院所学的法律知识及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融会贯通 在美国的法庭中接连取得诉讼胜利的故事 今无足斥 人无完人 此书也分析了程少民律师部分诉讼失败的原因 并总结了他在美国职业和为华人维权过程中积累的一些诉讼经验与大家分享 第八篇 核战篇 孙子曰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故能为胜败之正 孙子兵法 在美国 律师这个职业有着很强的专业性 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 这与美国的法学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个人要在美国取得律师的职业资质必须要有本科学历 本科学历不限于任何领域 可以是工商管理 物理 化学 金融会计等 一个人只有在取得了本科学历的基础上才能申请攻读法学博士 四年本科学历的要求对于律师的进一步专业化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美国 大型的律师事务所都有专门的法律部门 如国际贸易部 反垄断部 税法部 诉讼部 政府关系部等 每一个部门各司其职都有各自的职业范围 但不免业务上有交叉重合的部分 因为有些大型的案件会涉及很多部门的工作 或者涉及到不同州的法律 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很难做到精通每个领域的法律 这就需要各个领域有专长的律师各自发挥长处 协同合作把案件做出高水准 在美国几乎每个律师都有一个自己擅长的职业领域 而有些项目需要诸多领域律师的合作 美国把多个律师之间的合作称为teamwork 在合作办案的过程中 每个律师都需要为其他律师的业务着想 不能所有的事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以自我为中心而不去顾及他人 团队办案必须以团队为中心从大局出发 考虑到案件的方方面面 才可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A. 安哥拉天然气液化销售案 安哥拉是位于非洲南部的一个盛产石油的国家 在大量石油资源被发现后 由于安哥拉本国不具备开采石油的能力 所以他与包括菲利普斯66公司 艾克森美孚公司 雪佛龙石油公司在内的几家美国大型的石油开采公司 签订了石油开采协议 安哥拉希望在石油开采的过程中 能最大程度上保护安哥拉的自然资源 不要过度浪费 因为在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天然气 以前技术落后 大多用燃烧的方式处理这些天然气 于是我们会经常看到油井最上面 由天然气排出的管道在燃烧着火 通过燃烧的方式处理天然气和煤尘气 不仅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 对自然环境有很大的破坏 而且燃烧这些石油副产品本身也是对一种资源的浪费 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 天然气、煤尘气可以被液化处理 然后运输再利用 根据开采协议 安哥拉要求美国的石油公司 不再以燃烧的方式处理天然气 而是要对天然气进行液化 再以极低的价格 把液化的天然气运输到美国 用作生产生活用器 我当时在一家专门为石油天然气交易 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它在全世界有20多个办公室和1000多位律师 我服务于这家律师事务所的休斯顿办公室 当时美国的六大石油公司决定成立合资公司 专门把安哥拉在石油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天然气液化 运到美国 再输送到所需要的天然气公司管道里 这是一个标的上亿金额的项目 伴随着上百万的律师费 涉及到很多领域的法律 包括但不限于海商海事法 保险法 公司法 税法 国际贸易法 合同法等等 律所前后组织了几十名各个法律领域的专业律师 共同处理这个案件 律师们起草了上千份法律文件 在这个案件中 主管的律师是汤姆斯 汤姆斯有几十年从事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经验 法律知识非常渊博 而且十分平易近人 有这样一位得高望重的合伙人律师主管此案 律师间的分歧就很容易得到化解 汤姆斯经常说 如果你不注重团队 一个项目的某一部分可能做得不错 但是另外一部分可能就做得不尽人意 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无法得到客户的认可 通过共同努力 我们顺利的完成了这个项目 确保了客户在所有环节都受到法律最大程度的保护 最大限度增加美国公司的利益 并减小客户要支付的税务 客户对案件结果非常满意 2.律师跨州合作 在美国职业经历中 我经常会遇到案件涉及跨州的法律事务案件 由于每个州都有各自的律师职业资格考试 和各自的律师协会 美国法律又是联邦制的 每个州有各自制定的刑法 刑事诉讼法 民法 民事诉讼法和婚姻家庭法 这些跨州发生的法律事务 就需要各个州的律师同时介入参与 共同完成 在我的职业经历中 以下的王志远逃避警察跨州追捕案 就是需要律师跨州协作的典型案件 A.王志远逃避警察跨州追捕案 王志远是一名来自中国上海的成功商人 从事矿上机械设备采购和销售的生意 在2000年到2001年 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 国内对煤炭资源需求非常大 王志远抓住了宝贵的商机 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富有阶层 资产达5000万人民币以上 后来王志远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波多马克 购买了一栋价值200多万美元的豪华别墅 他的女儿在马里兰州的一所著名女子私立学校读大学 有一年春天 王志远送他的女儿到美国读高中 他准备把女儿送到马里兰的高中后 开车去西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赌场玩 当时半夜11点 他开着奔驰越野车在高速路上飞驰 因为天黑车少 王志远加快了速度 因而违反了限速的规定 后来有亮着警灯鸣着警笛的警车 跟在王志远的后面 由于对美国的法律缺少了解 一开始他以为警察向他鸣笛示意 是想让他把车开到一边给警车让路 因此他并没有停下 就这样开过了马里兰州 途经弗吉尼亚州 后又进入西弗吉尼亚州 与此同时 弗吉尼亚州的警察立刻通知了西弗吉尼亚的警察 设置路障 拦截王志远的车 结果王志远的车开上了路障后 立刻爆胎 冲出来几十个警察 把枪对着他 把他整个人吓得魂飞魄散 随后警察逮捕了王志远 把他关押在查尔斯顿监狱 他同时被西弗吉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 指控超速和逃逸警察追捕罪 而逃避警察追捕罪 在这两个州都属于重罪 王志远在波多马克的邻居找到了我 请我做他的代理律师 我到监狱向王志远了解了案发情况 知道他是不了解美国的法规而产生了误会 并不是有意逃避追捕 由于我本人没有西弗吉尼亚州的律师执照 而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 又有自己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所以我联系了在查尔斯顿职业的 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麦克律师 麦克律师立刻向西弗吉尼亚州法庭联系 取保事宜被批准 因为两个州都对王志远发出了逮捕令 所以我又向弗吉尼亚州法庭二次申请取保 也获得了批准 这样王志远首先获得了人生自由 后来我和麦克律师两个人 同时到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法庭 和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州法庭上庭 为王志远辩护 西弗吉尼亚州的法官比较和蔼 同意将王志远的逃避警察追捕罪撤销 最后判定他无罪 而弗吉尼亚州的法官是一位50多岁的白人女法官 稍显严厉 法官起初不同意撤销王志远的逃避警察追捕罪 但经过我向法庭解释了中美文化的差异 中美两国在交通事故的处理方式上的不同 例如在美国被警察逼停后 要求驾驶员停下车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而在中国驾驶员需要下车 向警察出示证件说明情况 作为游客 王志远并不了解美国的交通法规 他认为自己需要下车去跟警察解释 而不存在逃避警察追捕的主观故意 虽然不熟悉法律不能作为辩护的证据 但这种认知上的误差在某种程度上 证明了王志远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最终在我和麦克律师的共同努力下 弗吉尼亚州的法官也同意撤销他逃避警察追捕的重罪 只判定他存在不当驾驶和超速两个违规 在此案中 我和麦克律师合作的相当默契和愉快 虽然最后王志远仍然被弗吉尼亚法院判定了两个交通违规 但他的重罪罪名在两个州都被撤销 他对于最后的结果非常满意 也对我和麦克律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很多复杂的案件都需要精通不同领域 或者有不同技能律师间合作 华人律师能说中文 能与客户沟通 这是我们的优势 无语是英文的律师 表述能力比我们强 一些当地的律师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 这些都是案件取得好的结果的有利条件 如果律师间能够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 就能为客户争取到较为满意的结果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